来自越南一位叫做基尼谷的小伙 胆子很大 为了能够完成飞上天的梦想 便徒手制作了一架富人机 试图通过它把自己带上天 眼看准备起飞 但是它却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富人机并不能随意飞行 根据越南的飞行管制条例 虽然驾驶富人机是合法的 但是前提是必须要有富人机执照 而整个申请过程就需要两个星期 如果还想要进行航拍 那就要单独再申请航拍许可证 并且不能操控富人机 发布广告或者宣传单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在无人机上 装载放射性物质和易燃易爆物质 而完成这些条件还不够 无人机可不是想载就能载一等 根据不同用途 它的类型分为好多种 一般消费器的无人机 从击百克到三公斤不等 作为航拍爱好者使用 而专用无人机的平均承载能力 是20到220公斤 广泛用于消防 执法 媒体 快递 农业等 而无人机的载重量大小 与它本身的螺旋奖 机避数量和大小 以及发动机的功率有关 为此无人机专门有一个推力公式 推进器的推力等于2倍的无人机重量 加上2倍有效核载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人飞上天空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而按照这个公式计算 兼古尼的体重约为60公斤 那么无人机的推力至少要达到120公斤 才能将它带上天空 不幸的是 之家自制的迷你无人机远远达不到 无奈之下 它也只把拖鞋送上天 此时问题又来了 如果无人机真的把人带上天 那么它到底该叫无人机呢 还是该叫一无人机呢 对此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